1, 2, 3, 4, 5 來囉啊 L, O, O, V, V, E, 30 1, 2, 1, 2, 3, 4 L, O, V, E, 1, 2, 1, 2, 1, 2, 3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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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I never gave you riches Ritches are not my wishes I gave you the love of my life, L, O, V, 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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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V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回什么事 其实我太太令我遇见到神 令我由一个一般的开心的人变得更快乐 其实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很快乐 有个温暖乐队 又自小又很红 又拍电影也很好 大家都明白 我过往 虽然是温暖乐队 但始终很红的大红的人不是我 是帥哥和帥哥 当时他们真的很帥 很多光维 我都很开心 整班冲过来 很开心 是五环绿色的 那时我是挺大的男人主义 我回家就 老婆洗衣服 麻烦一句是怡家家 以前的老婆洗衣服 我老婆又很有趣 她被限制出来 因为我们的经历人说 你结婚 不要影响对Bang的形象 让粉丝没有幻想 最好你老婆不要出来 我老婆一直都在家 我就觉得 是要的 女人在家要事后老公 我说sip 她sip 她一直在我影子下面生活 直到 我拍电影 大家记得 《优良妻》 《表情情情》 《不脱离的女人》 等等 在80年代 我拍了很多电影 拍电影的时候 就不需要有限制 我太太可以自由地 出出入入都可以 我便想 老婆 现在你喜欢什么 就什么 没所谓 不过 你也是要支持我 那就可以 她支持我很有趣 我记得我太太教我唱一首歌 她说 她说 不担心她老公 Let the weak said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id I am weak 你唱一下这些 你慢慢会富有 又会强壮 她有很多金句 我一直听她的金句 她克服了很多困难 直到 电影越拍越好 然后她说 老公 很开心 我们走了 去哪儿了 我们一早就移民了去美国 申请了七八年 现在批了 我们走了 我说不行 我现在如日中天 拍得很好 那些电影 刚刚又拍那部电影 又收得下 不如你先去吧 他说 那不是一家人一起走吗 我说不是 你也常说 一人信主 全家得救 还吃得很好 那你先走 那去到美国 即是我们也有通电话 一直都通电话 那她又打电话 她说老婆 很大 你的垃圾会不会多 会不会小心腰骨 即是没免工夫 你去做一下 是吧 我老婆 开始有些特殊的反应 就是 喂 不用打来啦 老公 没事的 我老婆 我这边很好 你不用担心我 那时候她 她回来香港 是我求的 我说 老婆 你回来啦 你都拿了护照 你回来吧 好吗 她说 回来做什么 我回来陪我 她说陪你便可以 好了 我回来 回来之后 那个位置有些转变 一个女人 她能够在外地 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 她的自我能力强 我们的大男人 那个思维 就越来越縮小 九零年回来 回来 回来一两年 我发觉 好像香港 有点局促 整个形势都好像要北上 我就跟老婆说 我想上大陆 搞电影 那是怎么样 是不是跟你有仇 我一回来 都不够两年你便走 好 得罪你吗 我说 我不是 都是那句 滚吃滚吃 那我说 你便走上去 我说 我做一下二五仔 我礼拜二上 我礼拜五晚回来 好不好 过了个月去跑 老板 打点钱 你发不出工资 哎呀 领导 你PP这个节目 要不不行 拨不出又没钱 一日便跑 所以 有一年 我回家 过年 即是回香港 睡着睡着 突然间隔壁 有个女人尖叫 那是杨的老婆 老婆 你干什么事 叫什么 我怎么知道 生日半夜睡睡 有个大陆老人在隔壁 说普通话 翻开口门 打电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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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什么钱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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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是 男人做生日 真是容易 你起床 你知道 起床一晚 要去几次 年纪大 几乎坏 去洗测间 回上床 喂 熄灯 不用交电费 哇 什么 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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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又来 什么事 看看地下 把地毯转起来 你的脚板有勾的 想捕死我 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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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其实冰冻三尺 轴 libraries 煎灯 ming 那时我心里不是以为 我觉得 男人飄用理所当然 有人 在北京我收到我老婆电话 在谁呀 美国 什么事啊 這陣子腿痛 不知為何腿痛 走路也要踩踩踩踩 我們踩人踩得多 踩腳 有位置要上 吃著位置就踩踩了 踩腳 我們這關很有趣 他忽然間聲響一響 不是呀 真的很痛 你會不會過來美國陪我回港 老公 很多年不要叫我老公 腳痛叫我做老公 雖然我的關係很緊張 但我也照樣去美國 去到美國 出飛機 把椅子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拿著一支拐杖 戴著 黑框 沒有玻璃的大眼鏡 然後有隻冷帽 動著 看著 忽然間個人有一種感覺 咦 時光真是燒死 那種感覺咦 你怎麼會這樣 忽然間有一種很強的觸點 然後跟著下去 那兩個星期 就在美國 住在一間很小的屋 因為我兒子 做那些fixer-up 買一間屋 裝修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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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搬去其他地方 然後回去煮飯 我負責煮 那樣生活很溫馨 我突然沒有試過 那跟老婆 就這兩星期 以為看看中醫 中醫說 你們回香港看西醫 我們就飛了回香港 回到香港 之後我就跟老婆說 不如我們先做個推拿 然後看看明天再去 找個醫生 那做推拿 有人一張床 那醫生就這樣按 一按 我太太的鎖骨和盆骨都碎了 不知為何 一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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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叫 不知甚麼事 嚇到推拿醫師 不知甚麼事 要擋上椅子 立即走 去找醫生 做了一個MRI 那傍晚的醫生 就來找我 我太太很痛 她叫我出 她說 我看到她太太全身的骨 都充滿了癌細胞 cancer cell 注到通了 好像威化病那樣 一按就爆 她說我醫不到 一定要轉嫁 去腫瘤科醫生 那一刻 我第一次接觸死亡 以往 不知道甚麼是死亡 過身就不關我的事 現在一個跟了你幾十年 變了老太太 你剛回到香港 忽然間我覺得她是不行的 如果這樣就很大事 我說 好 你立即找個腫瘤科 我腳都沿著 之後 有個腫瘤科醫生 就來找我 他說 陳先生 我看你的太太 這個情況 都很嚴重 最好盡快做一個 正電子檢查 然後找到病原在哪裡 我們知道怎樣去做 現在很緊張 那些時間 我看看怎樣去預約 那 第二天早一早 她打給我 陳先生 你可以半個小時去養我嗎 有個位置 如果是的話 立即可以做 那我就 好 行 那我立即去埋單 然後推著太太 有個老公人 坐輪椅 那下面我就 接不到的士 一直跑都沒有的士 還要下無無細雨 一直這樣 越來越大 那我看著太太 很痛 坐了一張榮椅 那裡 那屋簽 一直這樣滴水 在她面前 水掉到地下 彈到她那裡 她很痛 很痛 很痛 那痛我心很痛 因為 我接不到的士給她 我沒有辦法 那的士我跑了二十幾分鐘都沒有 還有五分鐘就過了 那我最旁忙的時候 有一個車 陳先生 你是不是沒有的士我載你 我載你 我載你 可以嗎 上車 我剛剛趕到她的獎王 很徬徨地做了一個探索 那傍晚的醫生就找我 他說 陳先生 我們發覺你太太在肝裡面 有個5cm的腫瘤 然後 蔓延到全身的骨頭都是癌細胞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我醫生 那是怎樣 有多久 她發了幾個星期 最多都是兩三個月 然後 我跟太太說 我老婆 你頂住 我太太的樣子 看似是不行的 她在三藩市的時候 那些手指甲 就開始一邊這樣 黑 黑到上去的關節 一邊去到 她的手背 一邊這樣上 你現在看到她的臉 臉都黑了 整個人是黑色的 很困難 看到她很困難 我老婆你頂住 我說幾艱苦到 我說我過往 有些什麼不行 我都會跑到你行 你這次頂住 一定頂住 我頂住 跑到你行 我一直這樣去跑 我老婆很痛 越來越痛 打個媽咖啡的劑量越多 我十天 基本上 沒什麼睡覺 一邊都是想 一邊看書 中醫 自然療法 各種各種 到第十天 我看著我老婆 你頂住 我老婆看著我 他說 我頂不住 我要走了 我沒有時間 你早點回來 不過 我走了 你怎樣 他沒有怪我 他沒有怪我 一個男人 在尤尼薩蘭 很遺憾 因為女人跟著他 五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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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怪我 你想跟他生活 他說沒有時間 我過往一直都在忙 自己的事情 我說一人不認識 全家都認識 到現在他要走 我也沒有跟任何人說這件事 我離開醫院 遇到我兒子 有教友 他說 我問他 我告訴他 他 他說 你不如 嘗試祈禱 然後我 一無所思 薩蘭 我就 好 我打給我太太以前 那些教友 我告訴他 夜三 他又說 你不用擔心 我們今晚 全班姊妹一起 幫你太太祈禱 但是你都要一起祈禱 那晚上 我睡覺 我不會祈禱 我不知道怎麼祈禱 但是我又 還給正眼 我說 我一定得罪了神 我太太這麼辛苦 我說 你可不可以饒恕我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給我太太太 一 沒有不同 真的好痛 二 可不可以多些時代 三 可不可以好得回 即是如果 他意得好 那 我不知道我怎麼去感謝他 即是不是做生意 我寫了票給你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 想了一個畫面 我說 如果我太太真的好得回 我今天晚上 有燈照著我 我下面有幾天 我不知道 我會把你的神跡都說出去 給所有人知道 如果你醫好我太太 一來到這個畫面 在我腦袋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睡覺很感動 我一直流眼淚 我未視我 我一直流眼淚 我一直流眼淚 我心很軟 很酸 然後我睡覺了 翌日去醫院 我兒子回來了 想了一段方式 帶了很多炸汁機 做了很多蔬果汁給我太太喝 她一天喝12杯 我太太已經喝了4杯 肚子 好像好一點 沒有那麼痛 肚子完了 不過很肚 我說 我喝4杯我也肚子 我去找醫生 我去找醫生 醫生是來找我的 陳先生 我來找你 我們剛剛做了 她的組織 那些把握事 檢查 出來的報告 我們發覺 你太太原來不是癌症 的肝癌症 不過也是很嚴重 是叫多發性骨髓瘤 是骨髓裡面 有一隻細胞變異了 會分解骨裡面的 有些細胞變異了 所以骨髓經過長年累月 一直梳了 然後一直影響 十年八載前都沒有辦法去醫 不過現在有了 我真的覺得 這麼對 是不是這麼對呢 昨天說是另一隻症 有得醫 我跑步都沒有 我說怎麼醫呢 醫生 他說 我們隔兩天 就打一支 Target Tingle 下去針對那隻細胞 盡量殺掉它 然後跟它打一些補骨針 讓它能夠慢慢生出骨 然後去到某一個日子 那些血最漂亮的時候 我們就提煉它骨髓裡面的幹細胞出來 然後去淨化那些幹細胞 然後殺了身體裡面所有的骨髓 然後放回幹細胞 下去 灑一個新的造血機制出來 嘩 聽見都害怕 但是我很感人 醫生從那天開始要接管我太太 一直幫她 一直打 我太太本來是完全不能動 要用機器吊起她 然後過另一張床 聽她做檢查 然後吊回來 每次過床都痛得很厲害 她一直打這個Target Tingle 每個星期每個星期都會進展 然後慢慢經過一個多月 她已經可以坐起來 慢慢都可以拿著Walker去洗手間 然後當她的筆水細胞最漂亮的時候 那醫生跟我說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提煉她的幹細胞 但是當她在養和醫院 一直這樣打一支幾萬元 一直打一支幾萬元 一直打一打 我問醫生 提煉幹細胞 怎麼做 大概怎樣 她說我們養和都做不到 我說糟了 難道要去瑞士做 她說不是 我們現在幫你預約了馬力醫院 和東區醫院聯合 一起去診斷你 成立一個醫療小組 去接管你太太 因為我們養和都沒有這個技術去做 她說那要多少錢 她說應該 政府醫院都是一百元而已 她說如果用漂亮的藥 自己給錢 嘩 真是感恩 我太太從那天開始 就由一個醫療團隊接管了 一直治療我太太 然後呢 就去到開始提煉她的骨水的幹細胞 是好像做不起那樣的 好像洗神 洗洗洗洗洗 慢慢洗到一些黃色的藥 看出來和妝礙在那裡 然後 然後提煉了之後 就拿去急凍 不知道拿去哪裏 做一輪 然後 跟著 當我太太 去到有一天 醫生就說 你現在要進來 這個全隔離的病房 我們就要將它全部骨髓洗完 好的壞的全部洗完 用一支很厲害 很高度的披霉 那我太太 一直這樣 有很多毒的毒藥 又一直洗 洗了兩三天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 沒有了血 沒有了白血球 沒有了血小板 還不可以在那裏 然後去到 有一天 陳生今天呢 是你太太重生那天 我們將幹細胞滴回來 從那天開始生 那天 那天我記得 滴下去那天是10月1號 他那天是重生 那些嬰兒就在 你太太的身裏 他就會生出生的機制 我覺得神很特別 那天10月1號 不是出生的那天 是我生的那天 我太太又是 在那天重生 那我太太滴下去之後 一個月 他那些白血球 關上去 去到一定的水平 醫生叫我盡快走 離開這個醫院 因為醫院有很多菌 你太太就沒有抵抗他 那我就 在元朗感受花園 租了一間屋 那樓下就變成一個 全潔症的一個隔離病房 我就住在樓上 一直跟他一起生活 然後照顧他 一年時間 就是他的骨髓 一路一路這樣生出來 然後一路一路這樣走 然後一年之後 他已經可以在家裡 開始再跳拉丁舞 除了他跳拉丁舞 他還做一件事 我最開心的就是 是 關燈啊 不是想救死我嗎 原來一個男人 沒有女人罵的時候 是一個悲哀的 是要罵一下才行的 罵是一種關心 罵是一種藝術 是你怎麼去看那種罵 你看他的一種罵 是來自他的一種愛 我沒有接受 我覺得 神 除了給我太太 他又給了我很多開心的東西 為什麼我會開心呢 因為我認識到神之後 認識到生命的意義 其實你生存在這個世界 不一定是要追求的名利 追求我有多少權力 我有多厲害 人家看我怎麼看 其實現在我不太管 人家怎麼看我自己 我最重要是自己看我自己做 我自己的本分 然後在裡面 我分配我的時間 我其實覺得我以前 有90%以上的時間 去我事業 人家怎麼看我 我怎麼去做 然後我怎麼去拿到 我要拿到一個東西 但是真真正正的 你自己和家人的時間 你有沒有陪你太太 你有沒有陪你媽媽吃飯 你有沒有去看醫生 去驗你自己的身體 會不會鍛鍊你自己 其實我在這方面很重要 我百分之十都沒有 在這個事件之後 我覺得我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我工作 我照樣工作 但是我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做 但是那個成敗 我不去決定 因為我覺得 其實人家的計劃很實力 我做好了 其實他定好了 那反而呢 你人生的目標不同了 你待人之物的方法不同了 你的策略不同了 你的朋友多了 然後反而我治癒和做事的能力強了很多 然後令我更加開心了 今天我要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還有神是很重要的 神是給你多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意外 所以神是非常之重要 我今天的分享都不足為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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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 李宗盛